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 这要说 这是她的两条腿 她一下这样下去了 我都不知道 她是怎么做到的 这样的胆识 你赔上这样的身手 这周莺一定是个奇女子 怎么能 你不认识 我今天交了一天 累得我口干舌燥 腰酸腿疼的 本以为会见点成效 谁知道 就这一转眼功夫 她不仅没有改观 还变本加厉地 成了那副样子了 慢慢来吧 老爷啊 她性子太野了 我觉得我管不了她 吴聘呢 又是大病初遇 估计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看只有你亲自出马 可能她会怕几分 淳险 我跟你说个事 你不要跟别人说 什么事啊 我想走 走 去哪儿啊 随便去哪儿 反正不想带带东元 可是你都跟少爷成亲了 我又不是真想跟他成亲 我只是要救他 现在他既然没事了 那我也该走了 不行 为什么 你想啊 就是因为你嫁进来 少爷才醒过来的 你要是现在反悔了 不就是骗老天爷吗 老天爷一生气 万一少爷又有什么事 怎么办 你就安安心心当少奶奶吧 这少奶奶 真不是人当的 这儿也不能去 那儿也不能去 到处缩手缩脚不说 连笑都不能通通乖乖地笑 还不如当丫头的时候自由自在 你啊 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当少奶奶多好啊 多少人想当呢 不愁吃不愁穿的 人这一辈子 就是为了吃和穿 嗯 那要不然还因为什么呀 反正 肯定不知这两样 少爷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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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们好 好 你今天觉得生气怎么样 好多了 我刚才在整个院子走了走 都不觉得累 真的啊 怎么了 娘说了 要笑不录齿啊 少爷 哎 少爷 少奶奶 老爷传少奶奶去花厅 老爷叫我 这 没说要我去吗 没有 那知道是什么事吗 不知道 多半是为了 我把娘给气着了 那我陪你去吧 没事 你爹又不会吃了我 还是我自己去吧 还是我自己去吧 周爷 在爹娘面前 还是稍微 收着点吧 我尽量 爹 您找我 爹您找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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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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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tetap 走江湖的 难怪啊 爹娘都还在吗 我只有爹 没有娘 难怪 进冬月之前 都做过什么 跟着我爹 卖衣 难怪 周英 我跟你交个点 如果那天 你就好 不 不 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